疾病、死亡,或许是人类最难以摆脱的梦魇 医学则是我们对抗梦魇的武器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这一调查结果与我们平日的观察基本吻合 在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中 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逐年增高 那么,要如何保障这些高龄产妇的健康 又要如何确保他们生出健康的宝宝呢 这次,我们来到广州 采访到了深耕妇产方向三十多年的专家 从她的角度,重新观察我国一线城市的生育现状 以及我们的医疗水平能够带给妈妈们怎样的安全感 因为您从医呢,我们细算算啊 也有35年的时间了 这些年来您遇到过的产妇的年龄 以您自己的这个经验啊 是在逐年的上涨吗 大家生孩子这一刻的年龄是在逐年的增长 近年来是我们国家这个生育年龄是逐渐增长的 那么这也是由于就是我们二胎放开之后 这个年龄就明显的比就是一胎的那个时候年龄要增长很多 直到我们国家那个在二胎放开之前 都是就是润妈妈都生一胎嘛 等到二胎放开以后呢 有一些就是高龄的润妈妈开始又重新孕育了 那么这时候呢 他们就最佳的润龄时期生过一个 错过了 没错过 没错过 生老大了 生老大了 然后这二胎放开以后呢 他又开始再生二胎的时候呢 年龄就是偏大 那么近年来的就是高龄的润妈妈还是偏多的 几率也是偏大的 另外呢 也就是一线城市的润妈妈的年龄偏大一些 可能是一线城市的润妈妈们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呀 或者是说他在一线城市生活要买房啊 经济基础要铺垫啊 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在一些城市都是高学历的也多 因为他一直在念书嘛 本科硕士博士 一博士毕业以后就是3345了 然后再结婚 再一怀孕可能就35岁就会达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高龄产妇和适龄产妇 他们不同到底在哪里 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他们之间的那个不同非常非常大 差异差异非常大 比如说你高龄的润妈妈哈 他不容易怀孕啊 这很好理解 因为他年龄随着年龄增长老了嘛 那个卵子也老了 包括这高龄的爸爸也一样的 精子他也是老化的 所以他不容易受孕 那么他怀了孕以后呢 也容易发生流产啊 宝宝的疾形啊 因为他怀孕以后 他整个就是妈妈机体 他年龄都在那摆 所有器官都是高龄的一个器官 比如说我们这个子宫的融兽性啊 子宫的血液循环啊 以及妈妈整个这个体态啊 他和二十四五岁 就正常时龄时怀孕的孕妈妈的 那个身体的平衡是不一样的 他都处于相对年龄比较老化的 那样一种生理状态 那么这种并发症就会多一些 比如说高龄的 就是容易发生孕前期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五十几岁那个孕妈妈 糖尿病也会增加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一些 妊娠合并的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免疫性的疾病 也会相应的一个增加 所以高龄产妇首先不容易怀上 怀上容易流产 不流产孩子容易畸形 不畸形妈妈还容易生病 一系列的有问题 那怎样算是高龄产妇 到多大年纪以上 咱们就得小心这些事 35岁以上 35岁现在看起来不大呀 是啊 就是就像你这样的观念嘛 就导致了这种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已经有 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那么35岁以上呢 这样的那个 二十一三体的宝宝 几率大大增加 是个拐点 35岁之前的发生几率小 大于35岁就 迅速上升 对 所以35岁以上的 这个夫妻双方的 这个孕妈妈怀孕以后 我们都建议她做产前诊断 产前诊断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抽一点羊水 或者抽一点绒毛 或者做期待血 来查她的染色体 看她是不是多一条 就宝宝有没有问题 对 你一说这个35岁 因为这是国家列的一个标准 也是根据医学的大数据 最后给的结果 可是在老百姓的 普通的认知当中说 35岁我正是事业拼搏到一半 我还不打算生的时候呢 还打算再拖两年的时候 那怎么来保证 这些拼事业的女性 能够在35岁以上生孩子 还能够生出健康的宝宝 还能够母子平安 这是目前我们面临 这个为产医生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经常经常会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高龄的日妈妈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时候 科普的时候也去呼吁 就是尽量35岁之前 是怀孕生宝宝 如果说由于某种原因 事业啊家庭啊等等 到了35岁以后 那么一定要看高危门诊 要找就是有经验的医生 来监测他这个孕期 整个孕期的过程 防止一些并发症的发生 其中有一项 就是我刚才讲的产前诊断 要做 因为高龄了嘛 生宝宝的并发症多 然后每个日妈妈都期待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所以我们这个产前诊断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产前诊断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 介入式的诊断 对吧 还是要一根针 要抽取一点羊水啊 或者做一些穿刺的绒毛啊 它的危险系数大不大 危险系数很低 很低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我经常跟瑞妈妈聊 有的人她不懂 她就说 哎呀我这么穿一下 会不会导致流产啊 然后会不会那就感染啊 会不会把宝宝扎坏了 是吧 扎到宝宝 痛不痛啊 这是经常聊的这个问题 她这个 这个情绪产前诊断 就类似我们平时扎点滴 它只是说 从肚皮上扎 而且这种扎呢 是在超声指示下 就是说 这个超声 帮我们看得很清楚 超声指示下 我们进这个针 如果说 她就担心 说我们会扎到宝宝 我说我们的眼睛 会看得很清楚的 她批你扎 她这里还要更清楚 你看我们扎点滴的时候 谁也没有说 用过超声去指示下 指示目测血管 对吧 对 然后我们这种呢 除了我们自己的目测 还有一个超声指示 然后呢 它有羊水嘛 羊水这个宝宝重嘛 它一般这样平躺的时候 宝宝都就是沉到下边 然后上面是水 然后我们再在超声指示下 这个进针 抽一点羊水 抽一点羊水 只是突破了子宫壁 取到羊水就行了 对对对 只要取到羊水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安全 而且都不需要住院的 就在门诊坐 坐完以后 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就可以走了 但现在其实有一种 静脉的抽血的筛查 它相对来讲 不用扎肚子嘛 对对对 如果是35岁以上 因为我们知道35岁以上 医学手册就是推荐 一定是要做产品诊断了 一定是要做羊水穿刺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个案 有一些孕妈妈就说 我就怕扎那一针 我能不能通过抽静脉的血 来做替代 可以吗 原则上是35岁以上 我们不建议它去做无创 所有的静脉 我们叫无创 NIPT 我们原则上超过35岁以上的 我们不建议它去做无创了 就直接去做产前诊断 羊川会更好 因为这个无创 它检测的染色体很有限 比如说它以三对染色体为主 我们正常人体是23对染色体 那么无创呢 它就是以18 13 21三体为主 其中是21三体 它的诊断的准确率就非常高 但是有些其他的 由于染色体疾病导致的一些畸形的话 我们的无创就很有限 它的范围是有限的 对 而且它是个筛查 一定记得 比如说我这个做无创 查出来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怀疑什么什么 一定要再做羊川 或者是说做那个 奇带血川刺 或者是肉毛川刺 才是确诊性的一个诊断 它还是一个筛查 也就是这两个词 筛查和诊断是不同性质 对 最终能够确诊的是诊断 对 筛查只是告诉你风险 对 对吧 风险高或者风险低 风险高你还得来诊断 对 是这样 所以就建议说35岁以上 您这一针就免不了了 我们的话是建议 好多有很多人 他就是因为他不懂嘛 所以他就一定是做这个 就是乌创但是乌创呢 现在有个乌创plus 就是他检测的范围 随着这个科学的一个进步 检测范围比之前要好很多 有一些其他染色体的问题 他也能检测到 也能检测到 但是他跟这个乌创的 这个羊水能来比呢 他还是很有限的 他依然是筛查 对的 那现在呢 不管是35岁以上 还是适龄的这个孕妈妈 一旦怀孕之后 做常规的产检和体检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不要发生意外的流产 因为我现在看电视剧呢 就是各种稍微摔一跤 稍微碰一下 就流血 就流产 这个情况很多 所以尤其对于那种初次怀孕的 孕妈妈就会担心 所以怀了宝宝之后 是不是要特别的谨小慎微 我身边有一些那个同事啊 就是我感觉也是35岁左右的这种啊 怀了之后 穿平底鞋啦 要穿那个防辐射的服啦 然后呢 走路都要特别小心地扶着腰啦 下楼梯什么都特别谨慎 就怕摔跤这种 是不是真的要谨小慎微 举步维艰 才能够保住这个孩子 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 比如说一些流产 流产呢 有的时候是一个 就是使者生存的一个 大自然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流产 这个是我们女同志 这个正常的 夫妻性生活 这个正常的情况下 流产呢 在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对 生化妊娠了 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这个本身 他这个受孕 这个胚胎就不好 所以他自主就淘汰了 我们叫生化妊娠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这个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他还勉强地活着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这个流产的病人呢 不可以抢保的 比如说他由于 比如说他本身的 运动就过低 或者本身的这个胚胎 就是不好的时候 我们保胎呢 一定要对阴对症的治疗 要看什么原因导致的 因为现在还去 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现在呢 社会上有一种 就是不正常的一个风气 就是说盲目的保胎 所谓的说的精准保胎 就给这妈妈 吃很多很多的药 是不是还有一种保胎丸 专门吃的能够保胎的 有吗 很多 对 它不仅是保胎丸 有抗免疫的 抗那个风湿的 然后孕童的 什么这个中药 这个妈妈就像药罐子一样 就不用吃饭了 就吃药 我曾经遇到这个 孕妈妈 吃20多种药 那这个是没必要的 环境如果说 它是个好的胚胎的话 我们正常的生活 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说这么一走路 或者是正常的一个生活 都流产的话 那本身这个胚胎就是不好 所以当然 孕妈妈还是要注意一些 意外的情况 比如说你不要 一个意外的一个创击 比如我们坐公交车 为啥有运产不作息 因为有时候 这个司机一刹车 的意外一个创击 就会导致什么 比如说意外创击 创到妈妈的肚子里了 就容易胎盘早播 这个卖力的情况 就是有可能的 或者你这个 突然创击一个卖力 就是用这个压力 突然一个增加 就是阳水破了 就是胎盘早破 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除了这些 其外的正常的生活 它都会不行的话 那这个本身胚胎就不好 完以后不要就是那种 哎呀我什么也不能干了 就像您说的 举步维艰的 什么直挺挺躺着 这是绝对不行的 不行 其实要适当运动的 对吧 是要适当运动 要适当运动 而且还运动 很有力控制 这个孕妈妈的体重 就是这个体重不能过胖 因为太胖了以后 会影响宝宝的发育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 就是胎儿起源学说 很多很多就是 孕妈妈的一些 不良的东西 是会影响到宝宝的 不良的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孕妈妈 喝酒 不良的习惯 甚至有个别的什么 细毒等等这些 都会影响到这个宝宝 还比如说 就是这个孕妈妈 这个环球 这些特别的急躁 工作压力过于紧张 过于劳累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这个宝宝 所以就是说 孕妇也要充分的休息 但是绝对不是充分休息 就躺得一动不动 然后正常生活也不做了 这绝对不是的 一些情况 因为您除了在临床教学 这三十多年来都在生育这个领域去深耕 您有没有比较过就是中国目前的这种大城市的生育方向的医疗水平 教学水平 跟国际的先进的生育方向的这个水平相比较 还有差距吗 差距在哪里 据我所知 我们的医疗水平 应该是紧跟世界前沿 绝对不比他们差 因为咱们国家 从全方位吧 就是在 就是科技方面 什么等等的一些方面 我 从我医学的角度讲 因为我们也定期要去出国 去访学呀 然后出去国际上开会呀 等等的 我们国家的医疗绝对不亚于国外的医疗的 而且我们国家就是人口又众多 我们的医生的实践能力 要比国外的医生实践能力强得多得多 因为它有大量的基数在这摆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的分娩量 那我们这一个院的分娩量 可能就盯他们一个区域的一个分娩量了 因为我们人口众多嘛 所以就国内的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 是很强的 就是节目的最后 您能不能给这些打算要生孩子 或者还在犹豫生和不生的这些 年轻的准妈妈们 说两句鼓励的话 那么准备怀孕的 或者是说已经做好准备的准妈妈们 那么大家就尽管的怀孕 那么出于大家呢 就是在失灵的时候做失灵的事情 比如说尽量在三十五岁之前去怀孕 这样呢相应的并发症就少一些 如果说由于某种原因 由于家庭啊工作啊 你错过了最佳的怀孕的年龄 也没有问题 那么三十五岁以上的这位妈妈 在怀孕之前去做相应的一些 忧生忧郁的咨询 怀孕以后呢 也是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那么一些危险的一些医护人员 就会告诉你一些注意的事项 以及一些预防并发症的一些事项 我们争取呢 把这些高龄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并发症 就扼杀到萌芽当中 就让她健康正常的怀孕 那么经过这个危产的 医护人员的一个严密的监护 相信我们的高龄妈妈 也能获得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 我们祝所有的育妈妈都能够母子平安 全家 合家幸福 好 谢谢您 感谢您